纽北绿终于有人要提车了 不过它这个版本是没有EC天目的 那我的应该也就快了 先让它来带大家一起看一下吧 来了啊 停好了 我们进去看一看 现在周围转圈 基本上跟汉石一样的 这边冲顶 哎呦太阳出来了 轮孤不错啊 很帅 我们来看一下套件的细节 是个网 这边是突出的一块 我们斜一点可以看到整体 然后这里灯带就一条 然后一条绿色的 这边是有个连接处的 然后这个轮孤 轮孤这个样子是 我觉得套件里面最有亮顶的 贼帅 不说了 看前身绿色的 我们先进去看一看 这边一条 一个波浪性的海洋元素 然后它这边也是一个连接处 看看下面 不知道看得出啥 然后我们再到后面去看一看 这边也是一个连接处 这边也是一个连接处 连接是这样的 它们连接是这样的 导游板 好远一点 这样子 然后这边 这边我们就不拍了 反正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个尾翼 嗯 嗯 唯一这边这个凤正常吗 到底是这么样的一个感觉 我们来对比一下不是套件 这边是这样子的 从近一点 然后这边 这边是没有一块突起的 它的护须有很多 1234 四条护须 轮毂 侧边是这样子的 后面 后面是这样子的 尾翼部分就是光秃秃的 尾翼就是粘上去的 难怪我那边的尾翼都有点裂开了 方向盘这边的细节是个绿色的封线 开起来 哎哟 这个声音可以的啊 新的啊 还没齐呢 今天只是拍照 今天只是拍视频 这边的细节是有个绿色的一条一条的 是块板 这边有绿色跟白色的缝线 音响 缝线一直到这儿 疲劳驾驶监测 嗯 把手啊 把手还是这样 门我们开一下 门开出来总体是这种灰色的有鸡皮 也有塑料板上面是这种皮的 我看这个贴幕 哎呀贴幕真好看 可是我跟北哥不一样 他不是EC贴幕 就是最简单的贴幕 座椅是鸡皮的比亚迪 绿色的比亚迪啊 够绿的啊 我先没事 这里有一排绿色的 隐隐约约的 安全带上 也是有着绿色的边的 门那边啊 门那边还有这个 跟中控差不多的这个风格的装饰 这边的门把手 好我们前面看完了 我们去中控的中控看一下 两个大的充电板 这个挡把啊 非常好啊 然后这个不是钢琴烤漆的呢 磨砂的感觉 打开 哎呦还有个小惊喜 跟麦克风 可以的 哎呀这个座子也还是挺帅的啊 这个是出风口 放东西的地方 这边还是个 有Type-C的充电口了 还有个220V的 主架的没舍得拆啊 这边 画面还是绿色的比亚迪 发现带还是绿色的点缀 拿下来看一下 这这边就有点简单了 没有焊的那个好看啊 这边是通不下去的 这边是接口接口接口 我们来在后面看看这个贴幕 好了 看的差不多了 就这样吧